哈囉 大家好啊 歡迎收看我的實況頻道 我是實況主 嘿啦 有沒有很好奇我們現在在什麼樣的地方啊 旁邊就是公路欸 然後我們在一個超大巴士的甲板底下 後面是另外一個人的豪華巴士 然後前面也是另外一個那個豪車巴士啊 沒錯 我們今天要在Robots裡面呢 建造一個超大間的新型巴士 然後在這個公路上面行駛 我們現在第一個把收銀機建造出來啦 我們希望這些東西才可以收集金錢嘛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要先把這個巴士的門蓋出來啊 我們現在巴士就只有一個超小的底盤 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再花130塊錢買一個擋風玻璃 220塊錢的鏡子 好囉 那我們的建築物越多呢 它收集的金幣就會越多嘛 它那個每10秒就會付款一次 360塊 然後這個是310塊錢的地板 哎呀 這木質強敵終於出來啦 呃 我的腳可以探出去這麼外面 那這是不是代表我可以 我下巴士了耶 啊 有者就撞我啊 它居然直接從黃色真的穿過去耶 我居然從巴士上面下來了 快點 趕上巴士 哦呦y呦yy呦… 我要被這隻軸子捲死啊 大家不要學黑了啊 你這樣絕對會掛掉的 哈哈 我居然可以從巴士上面跳下來 那代表我也可以去參觀 Kan的豪華巴士了 收集 3600塊錢 然後建造 410塊錢的牆壁 害我為了避免剛剛發生的那種事情呀 就是 有一個黃色真的穿透過我們的身體 我需要把牆壁蓋出來 呵呵哈 這也太好笑了吧 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是一座大城市耶 雖然看起來很近 但其實它是永無止盡地跑下去的喔 永遠不會到達這一座 那個... 大城鎮 隔壁只有一些會動的招牌啊 或者是一些小車輛之類的啊 好像沒有什麼可以移動的了 收集一萬塊錢 總共有六萬五千塊 可以購買水族箱了吧 水族箱才一千塊了 這真的很簡單啊 還要買一些裝飾 還有現代沙發 我才剛說我需要一個沙發 它就給我了耶 我要在上面睡覺 啊 它居然沒有按一鍵可以互動的裝置嗎 還有一千五百塊錢的總旅宿 還要扶手椅 只有這一台椅子可以坐啊 齁齁 這個沙發也算是蠻舒服的啦 那...是不是有沒有那個窗戶可以讓我裝一下呢 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天花板跟窗戶啦 可以讓我快點照出來嗎 有了有了 我才那個...抱怨完之後它就馬上聽到我說的話啦 隔壁還有一間沙發可以...使用 ㄟ...我想要躺著耶 這裡還有一個側躺椅 那...那也倒是坐著啦 它好像沒有什麼躺著的姿勢吼 隔壁的是天花板 壁紙 ㄟ 我對這地方有印象喔 我剛在上一個測試上面前方有看到它是... ㄟ...放置...超跑的地方 那我也有機會可以放置超跑啦 但它目前建造的不是這個東西而是一個廚房 喔... 巴士的廚房我是最想要的啊 我真的一個...有一個夢想就是想要一台露營車 那這台豪華巴士呢 是我的夢想的兩三倍 呵呵... 它是一個超大間的那個超大的豪華巴士耶 ㄟ...我可以去你的巴士裡面玩嗎 還是它直接把我那個...撞飛 唉唷...它真的好大台喔 喔... 它比我的那個車子豐富多了啊 呵呵... 完了...那我現在怎麼回去 開...關...開...關... 開...開關關... 呵呵呵... 不要喜歡黑勒這樣子玩電燈喔 你會被你的父母打死 呵呵... 他們這樣子真的會把那個電燈玩壞的啊 到最後你就要被修理屁股了 阿...為什麼有這麼多現代沙發啊 你是現代沙發 他是現代沙發 那每一個人都是現代沙發啊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 史萊姆形像的桌子耶 呃... 我寧願回到古代的那個沙發啦 呵呵...我不是很想要現代沙發 然後把門打開 裡面是廁所齁 還是... 喔對果然是廁所吧 這種廚房旁邊就是廁所了 我們吃完飯之後想... 想搭邊啦 問了尿就直接跑來旁邊了 呵呵... 哇好高級啊 居然還有綠色植被耶 然後這裡新型的馬桶... 好爛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邊的... 電燈關起來 省一下電 還有門框 我竟然可以拓展我的... 車子喔 基地三千八百多塊錢 哇... 呵呵呵... 擴展我們的巴士啦 欸... 那為什麼我現在變成巴士的最後一排了 前面那個... 船多了很多台巴士捏 我離這個大城市卻越遠了 呵呵... 四千多塊錢 車輛升降機 阿剛剛看到跑車的地板是在這裡啦 停車場 我們可以隨時就把這個跑車... 放下去齁 越野車 燈光 還有Standor車 金錢不足 各十百 千萬 十萬 喔十萬塊錢喔 我剛剛... 站那麼久才存到幾萬塊 你給我... 一台車只要花十萬塊 然後這個越野吉普真的是... 六十五萬塊錢 然後隔壁的超級跑車呢 只是要花RB的遊戲通行證喔 四百五十RB 呵呵... 每個東西都越來越貴啦 然後這五千... 六十... 五千六百二十塊錢的平台 哇... 現在連最基本的那種基地都不夠了 收集... 一萬六千塊 機械櫃 這還有修車廠的裝備耶 吼吼吼吼吼 我們到底是出去度假的還是... 要打算生活在上面的啊 來... 把平台蓋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車子開下來囉 我們現在走這一台車子啊 這是我們最便宜的車 好 開進來 B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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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出發囉 哇... 這可以開車上路了耶 這樣你就可以去逛別人那個巴士長什麼樣子了喔 啊...這台也是... 新手啊 然後這前面真的好扯啊 哇... 無若我們勝利到最終極的巴士也是長這個樣子耶 停車停車 打結打結 跟你講 啊... 這樣沒辦法拉路煞車啦 我還那個逆向行駿 我...我駕照因為是用機器給換的 Brrrrr... Brrrrr... 回家囉 那... 我如果不使用車子直接... 跳掉的話會怎麼樣 會怎樣嗎 呵呵... 她會靠在前方啊 嘿嘿嘿... 好啦... 這我就這樣上車啦 請問您是哪位阿 欸? 為什麼我 蛤? 為什麼我的那個 巴士裡面有女僕阿 而且地板上還多了好多垃圾喔 他是會幫我清掃這些垃圾的人 的那個 女僕嗎 我不太懂欸 我怎麼知道拼琴的一個女僕的阿 收集四萬塊錢 然後把符手椅也先順便建造出來吧 垃圾清一清 自動收集要花多少R幣呢我看看 需要花四百R幣 為什麼都那麼貴阿 我覺得之前的那個遊戲都不用那麼貴阿 兩倍金錢的可能就花個幾百 一兩百R幣而已阿 阿為什麼到這邊只是拿個自動收集就要四百R幣咧 好我的錢又不夠了 我們就出發前往二樓啦 二樓好像也有東西可以蓋齁 現代藝術 我對你的現代藝術 不予置評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是一個笑臉嗎 什麼現代藝術阿 我還有看過一個香蕉黏在那個畫板上面 然後被他買走了 還有那個一個眼鏡放在地板上 那也算是藝術阿 汽車跑台 那我可以在上面放跑車嗎 一定要放那個藍寶姐妮阿對不對 還有銀雕像跟窗戶 這真的是有錢人的巴士欸 幾乎所有東西全都很貴捏 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簡單帶過的 跟著箭頭走 這邊還要建造另外一個樓梯 哇第三層欸 木質地板收藏家 那這第三層我們要幹什麼東西 我們已經有廚房 然後有車庫 還有 休息室跟廁所 那現在是要幹什麼 臥室嗎 臥室會有水質箱嗎 應該不會有 還是只是一個觀景台的客廳阿 隔壁居然還可以用RB買款家欸 你有看到嗎 那就是通行證的方式 阿花到現在才68萬而已阿 因為我剛剛存了一個小時 然後賺到80萬 所以我現在有很多錢可以花 耶 全部都踩一踩 還有什麼按鈕沒有用過的嗎 牆壁繪畫水族管柱跟門 這樣子ok的喔 現代藝術 這是普通的繪畫啦 不是什麼微笑笑臉的喔 真正的現代藝術是嘟嘟臉好不好 你要一個 小小的眼睛然後 倒過來的山 才叫現代藝術啊 百頁窗戶 這是夜店喔 喔沒有這是遊戲室 哇 還有這個電競電競房欸 喔我要在裡面玩robox 哈哈哈哈 還有這個百頁窗 居然電腦房是我最需要的東西阿 食材地板跟棕櫚樹 外面還有這個陽台啦 玩累的可以出去外面休息一下 街機摩托車 機器人玩具 現代車燈 還有這個電視 什麼豆沙包啊 豆沙袋 喔這個是藍骨頭沙發啦 我現在可以把這個電視開起來了欸 那有沒有辦法拿飲料咧 不行 太可惜了 星級天花板 唉唷唷 但我更喜歡玩電腦的時候是那種 比較黃 偏黃色的那個燈光阿 這樣更好看 好啦 這還有一個一萬塊錢的雕像 我們這樣總共還剩下 28萬塊錢 錢多到花不完阿 瞬間可以那個長大許多 另外一邊呢 我們要回到第二層 喔唷 差點掉下來 快點爬上去爬上去 哈哈 大理石地板 背面的窗戶 那這個我們就先稍微蓋一下吧 因為我們這邊可能差不多要農一下子了 那我們就直接給大家看那麼個 豪華巴士的成品是長什麼樣子 OK 就這樣 我們掛機了一個晚上 我看看究竟我的豪華巴士可以賺多少錢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四千一百萬阿 我的現在總資產已經來到六千萬了欸 還有什麼東西是我沒辦法蓋的嗎 因為我在這個遊戲裡面玩了兩個小時 然後發現我賺的錢完全不夠蓋我豪華巴士裡面的所有東西 所以我乾脆直接掛機掛了一個晚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東西都是滿新的喔 哇還有這個螢光的酒吧舞台欸 然後這次則是室外這個沙灘區 我們可以這邊曬日光浴 至少是有人搭巴士還要曬日光浴的啦 還在上面種樹欸 那麼最頂層則是需要遮陽板 耶 還有那個看起來很豪華的臥室欸 還有這個很現代的那個秘魯 完全不知道是要幹嘛的 三萬八千塊錢的燒烤 在這裡是度假完之後就可以出來吃燒烤了欸 很懂享受喔 我們建造這麼多東西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那這個油費要多少錢啊 這應該是阿拉伯人才有辦法啊 史遊王才有辦法那個拿到的吧 直升機遊戲通行鎮是黃金的 在巴士上面竟然還有直升機喔 在開玩笑吧 好好好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看來這裡還有一個游泳池是嗎 沒有這只是普通的一個營火台而已喔 喔好好喔 吹風的時候就在這邊吧 現代燈飾 還有火坑 晚上很冷的時候可以來這邊取暖 這邊看看夜景之類的阿 很懂享受喔 藍杆日光浴床 刷新費用 好了吧 我已經蓋了這麼多東西了欸 我把六千萬花到剩下五千九百萬了欸 還不讓我蓋完嗎 還沒有東西沒有蓋完的 應該都OK囉 恩 目前這樣子一眼望去是沒有漏掉什麼東西了啦 應該是可以重生的 欸 啊居然還有一個按鈕在那個臥室裡面 這是哪裡 這裡是浴室阿 啊 浴室少了一個燈光阿 大亨完成 耶 全部蓋完囉 我跟你們講 我這個晚上都到底蓋了什麼東西 他居然還可以 花RB道具然後去買那個 鱷魚的寵物欸 他真的是把這個石油網的那個 巴士 發揮到極致 你知道嗎 你懂嗎 我看一下鱷魚在哪裡 鱷魚在哪裡 這裡我可以養鱷魚的地方 他居然連在巴士上面養這些珍稀動物 還玩什麼高爾夫球欸 有沒有這麼奢侈阿 這個是空中游泳池 那這個是金鑽跟鈔票 這已經不是什麼豪華巴士了吧 這是超有錢人巴士 你看我在這邊游泳喔 啊 這沒辦法下去阿 我還以為這是一個游泳池欸 那還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讓你們看到的阿 因為我見到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我都有點忘記我們見到的什麼東西 讓我下去阿 讓我下去阿 我這也是玻璃阿 還放了一架鋼琴 裡面還有超多垃圾 跳過去 有了有了 無王廢我之前 練習跑酷 還有這個 貓貓迷音圖畫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藝術現代藝術品阿 這個就很醜 這看到會嚇一跳阿 好啦好啦 這樣應該就全部介紹完了吧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全都蓋完囉 那如果你們要玩這款遊戲的話 記得要振作一下 因為 我真的農了好久阿 一個晚上再把這個遊戲玩完 雖然我現在有點多的錢 就5900萬 好像滿多的齁 然後這邊的那個吉普車 我還把它蓋出來啦 六十幾萬多 這小錢 唉唷 這車直接把我砸死了耶 呵呵呵 呵呵 來把吉普車叫出來吧 總之今天實況 就先差不多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 請別人喜歡 請請跟蹤別動態 這是我們這個豪華巴士的全貌了 那我們就下次的 Robots遊戲再見囉 掰掰 我們現在開了 十分鐘二十分鐘 還是沒有到這個城市阿 這太好笑了吧